要论世界上凹造型最厉害的男人,非这位小哥名叫A-L-E-X-Y-G-O-L-O-B-O-R-O-D-K-O的俄罗斯小哥莫属了。 他的日常照片,画崩是这样的,这样的,还有这样的,的,这样的。 这一切看著,似乎已经超出正常人类生理结构承受范围的造型。 对他来说却在正常不过了。 因为,小哥的绰号是,地表柔韧性最强的男人,年仅24岁的他,是俄罗斯马戏界冉冉上升的柔体杂技希望之星,获得过有马戏圈奥斯卡之称的青铜小丑奖。 不仅肩负助振兴俄罗斯杂技的重任,更已经占的柔体技能,在社媒上收获了全世界的大批粉丝。 这位地表最柔软的男子,从天赋一柄的小男孩,成长为今天的世界杂技巨星。 这一路走来,也是不易。 Golbo Adko于1994年出生在俄罗斯的图拉。 他刚学会走路,母亲就发现儿子有一种惊人的天赋。 总能把自己的身体卷曲到很夸张的角度。 点开了柔韧天赋的小Golbo Adko开始爱上了搞恶作剧。 他经常在公交车上来一个夸张的下压动作,或者把突然脚抬到头上,把周围的吃瓜群众吓一大跳。 母亲偏偏看着Golbo Adko没事把自己扭成麻花,却没有用武之地。 Golbo Adko稍微长大了一些。 母亲决定送Golbo Adko去著名的人体杂技大师VLEDISLAVRODIAN那里拜师学艺。 然而,这位杂技大师却不愿意再收徒了。 原来,Rodin曾经花了三十年时间来训练他的儿子,指望他成为柔体杂技的接班人。 儿子长大之后,却去了国外,彻底放弃了柔体杂技。 后来Rodin又收了一个颇有天赋的男孩,训练了他好几年。 男孩最终还是因为家庭的原因,彻底放弃了柔体杂技。 两次培养一波传人,都换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Rodin无比失望。 当母亲带住小Golbo Adko上门拜师的时候, 这位大师果断在第一时间拒绝了他们。 然而,Golbo Adko现场展示出的惊人天赋, 以及他坚毅的眼神。 让Rodin冰封许久的寿夜热情,再一次被点燃了。 他预感到, Golbo Adko是不是出的柔体杂技天才。 加以训练。 他一定能将柔体杂技艺术发扬光大。 犹豫再三之后, Rodin终于下定决心, 收下Golbo Adko, 成为他的关门弟子。 从那以后, 这位天赋异禀, 热衷于恶作剧把自己扭成麻花的男孩, 正式踏上了学艺柔体杂技的道路。 入行之后, 他才发现, 这门艺术单单有天赋是不够的, 还需要持之以恒的练习, 和坚持结实的毅力。 十几年来, 他为了不断挑战自己的柔韧性, 一直坚持住无比枯燥的作息, 每天早上九点半起床, 拉伸十到十五分钟, 然后吃热麦粥早餐, 之后做四十分钟的放松练习, 然后花时间看书, 散步, 做一些自己爱好的活动。 接下来的一整天, 他都在做日常训练, 拉伸, 卷须, 倒立, 劈腿。 为了辅助柔体杂技, 他还需要训练力量和平衡。 为此, Goable Outco还选清了中国武术。 最重要的, 为了确保每天都能把身体顺利扭起来, 或是弯下去。 Goable Outco每一餐不能吃太多东西。 于是, 他逐渐养成了少吃多餐的习惯, 一天总共要吃五顿饭, 每次都是一个水果, 或者一小盘西兰花之类的。 经过十多年刻苦的训练, 和近乎严苛的饮食习惯, Goable Outco终于修炼成了地表最有柔韧性的男孩, 成为了俄罗斯柔体杂技的领军人物。 让恩师Rodin无比欣慰的是, 如今的Goable Outco, 不仅是著名的杂技明星, 更借助社交媒体成为了网红, 让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 关注起了柔体杂技这项艺术。 他的一身本事, 总算有了传承了下去。 如今, 在大型的马戏表演中, Goable Outco的各种表演技精次作, 收获了无数的赞誉, 也为俄罗斯赢得了荣誉, 而作为一位柔体杂技的明星, 他任何时刻都不忘拉伸, 弯曲, 倒立, 于是, 我们便在社交媒体上, 看到了这位在世界各地留下疯狂凹造型的的照片, 后台准备的空闲凹一个, 上节目要凹一个, 到旅游景点B凹造型系列, 休息的时候要凹一个, 有辅助更是挖到夸张, 随住年龄的增长, 男人的骨骼强度会逐渐增加, 柔韧性会天然的减弱, 这需要Golbert Wadko更加勤奋练习和继续保持严苛的饮食习惯, 当年爱扭买花的男孩, 如今已经成长为地表柔韧性最强的男人, 但他相信, 无与伦比的天赋和非比常人的毅力, 会让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继续保持这个称号。